我看到还有一张照片 这照片太劲爆了 这更好玩 这是求婚吗 对 那个是乌兰图雅的演唱会 乌兰老师是吗 对 乌兰图雅前日刚来过我们节目 但是当时我们还没有掌握到这张照片 解释不清了 赶紧说说 图雅没有跟你们说吗 我们的关系 没有啊 好 你们今天在这儿 赶紧接力一下 她当时请嘉宾就请了三位帅哥 请了我 请了云飞哥 然后请了阿云嘎 然后我当时就想说 他们俩上台的时候 就跟他一顿哈拉 哈拉完了以后唱一首歌走了 我当时想 这样多没有爆点 然后我就拿这束花 主持人还没介绍我上台呢 那导演还在那儿拿着对讲机 说那个扎西老师 你等一下啊 等一下 我就直接拿着花冲上去 图雅还在那儿 谢谢各位朋友 然后怎么怎么样 还在那儿说话 然后一转过来 一看我单膝跪地拿着花 然后我当时在想 就是我在想 她怎么接我这一场 她直接就跑了 我还是稚嫩了 我没有想到 这场面怎么收拾 我就一个人跪在那儿 跪了好久 她也不过来 然后我就尬在那儿 就怎么办 你不说这花 我这一直这么跪着吗 好多人误会 以为这个图雅是我的 这肯定误会啊 是吧 这个呢是一个美丽的误会 然后呢也希望广大的 这个优秀的那个男粉丝啊 然后在这个节目下方 这个报名啊 然后图雅还未婚 就是你说你给人 添多大乱吗这个 对 图雅说你看 人家有好的这个 喜欢我的这个男士 都不敢靠近我了 给你一个解决这个事的 非常好的方法 好 以后 无论给哪位女歌手 去助阵 你都这样给她献个花 这种照片多了 就没人信了 我觉得这是个坑呢 未来还有什么打算吗 对于我来说 这句话可能有点大 但是这是我的目标 我希望我在十年以后 二十年以后 我是一个艺术家 我希望自己能 往那个方向发展 但是能不能做到 我不知道 但是我起码去努力 如果将来十年以后 二年以后啊 我们还有机会 但是还是 我们俩坐一块吧 也许你们俩 坐一块采访我了啊 还有机会啊 这个采访到这个扎西 那个时候可能我们就不说 是青年歌手了啊 我们说的就是青年歌唱表演艺术家 希望努力 努力努力 近期的目标是什么呢 可能对于熟悉我的朋友 也发现了 就是我的一些曲风和歌录啊 更多的会有一些厚重的作品 会呈现出来 现在也演唱了一首歌曲呢 也是一个得了五个一功成奖的 一个大型的歌舞剧的主题曲 叫雪浪花 今天也希望把这首歌送给大家 好 你快来欣赏 一朵的雪浪花 盛开在雪山之殿 那么洁白 那么神奇 他歌唱 这美丽的家园楼 芳菲着灿烂的云和 叫汉一家 那是浪花 呼唤雪浪花 空归古灵 那是碧海堆 雪浪的思念 他是几两 那是一粒 不倒的信仰 可惜风被雪浪花开 有一个春天了 雪浪花开 有一个春天 啊 即使雪山被大海淹没 大海也会将我生生托 在祖国的藏旧里 你 今天也是感谢扎希顿珠 给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分享 和非常优美的歌声 也希望你在音乐的道路上 越走越好